林肯汽车可能要变天了 就在27号晚上 林肯中国官宣总裁毛金波 因个人原因离职 业内猜测这或许是一次功成身退 毛金波是谁 对大部分人来说这个名字是有点陌生 但在汽车区内 毛金波绝对算得上是不折不扣的风云任务 因为在他18到22这四年的任期内 为林肯汽车在中国打了场漂亮的翻身仗 为什么要用翻身来形容呢 这还得从林肯刚进入中国的时候说起 林肯这个牌子在全球范围一直是以高端品牌自居 但在最初进入中国的时候却是频频吃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林肯汽车就已经杀入中国市场了 当时一辆林肯家常版的价格能够达到百万元之多 不过在那个阶段 国内对于豪华汽车市场的消费还并不怎么敏感 当时在国内被当成豪车卖的全德系配置大众桑塔纳 一辆价格也不够二十万元左右 就已经让人觉得很夸张了 更不用说百万级的豪车了 确实是接不上半点地气 不过当时的林肯对于这点似乎并不在意 融入不进来那就算了呗 于是在2002年林肯停产大陆系列 又在经历了两次年轻化转型失败之后 林肯在2008年宣布退出中国市场 只给大家留下了一个昂贵的和美国总统同名 家常车的陈旧印象 但在这个阶段 同为美系车的凯迪拉克 却展现出与林肯极为不同的形式 2004年通用与上汽合资之后 凯迪拉克在国产化和品牌向下接地气方面 做得非常出色 尤其是在2011年 这一年凯迪拉克凭借明星车型SRX 在当年斩获了超过三万台的销量 而在之后的几年 凯迪拉克又不断突破五万八万 甚至十万辆的销量关口 看到这儿林肯坐不住了 凭什么大家都是总统作家 我在中国就卖不出去呢 于是不信嫌的林肯在2014年第二次入华 然而想要翻身 远远没有林肯想的这么简单 14到18年 林肯的销量虽然也在逐步攀升 但直到18年 也才看看突破到五万辆的关口 再看看隔壁凯迪拉克 这时候已经卖到近23万辆的水平了 更不用说BBA在国内都超过60万辆的水平 林肯即便是放到二线豪华品牌里面 也只能算是个边缘品牌 这也造就了车圈内的那句名梗 林肯和凯迪拉克的销量之间 差一个沃尔沃 我们分析原因 在中国汽车业发展最迅猛的这几年 林肯由于对市场反应迟钝 并没有把握住这个黄金机会 一方面是由于林肯国产化时间过晚 直到17年才与长安合资 此前始终以进口车身份进入 品牌难以深入人心 尤其是对林肯就是家常车的刻板印象非常严重 导致大街上几乎看不见林肯 另一方面在于定价策略 林肯始终放不下身段 定价偏高 而且优惠力度较小 不过在2018年 林肯的救星出现了 毛金波离开奔驰 加入林肯中国 出任林肯亚太及中国区的总裁 而在毛金波上任之后 林肯出现了肉眼可见的巨变 林肯的新车发布会上 开始逐渐与中国元素联系了起来 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在18年11月林肯的一场发布会上 毛金波把诸葛亮的记子书摆了出来 大兵后面显示着一个大大的镜子 第一次把林肯这个百年车企放到了中式的语境下去对话 这在此前习惯鼓吹美式豪华概念的林肯发布会上 是难得一见的 而除了品牌概念之外 林肯的产品线也在这几年进行了大幅调整 整个产品序列变得更加的丰富 中型SUV航海家和中大型SUV飞行家 更加细化了产品线 分别推出了航海家Nautilus 飞行家Avator等细分车型 而在2020年上市的冒险家 也以极快的速度成为了林肯的主力车型 中型SUV的定位 加上延续了林肯一直以来的动力优势 全系标配2.0动力 快速吸引了一大批消费者 冒险家 航海家加上飞行家 林肯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 迅速形成了覆盖紧凑型中大型的SUV矩阵 2021年 林肯在华销量超过了9万辆 而今年上半年 林肯又推出豪华中型轿车林肯Z 随着产品线的国产化 这款新车的价格也向下来到了25至34万元 奔驰C级与老朋友凯迪拉克的CT5 是林肯Z的直接竞争对手 相比以往在车型比较中 林肯因为售价偏高 亦或是平台问题始终被调侃的窘境 这次林肯Z在同级对手中 可以说是一点也不虚 林肯Z的尺寸是4982 1865 1485 比起奔驰C级的4882 1820 1461 尺寸更大 同时林肯Z也延续了林肯一贯的动力优势 全系标配2.0T加8AT的动力组合 更是完胜奔驰C的1.5T 而与老冤家凯迪拉克CT5比较 在尺寸空间相差无几的情况下 林肯Z的最大额定功率为181千瓦 最大额定扭矩为376牛米 也要领先于凯迪拉克CT5的174千瓦 最大额定扭矩350牛米 并且在基础售价上 林肯比起对手更是便宜了2万多 可以看出林肯在国产化之后 已经在毛金波的带领下 逐渐找到了在这个时代 最适合林肯自己的打法 毛金波无疑是林肯的功臣 但功臣最终选择了离开林肯 离开之际 福特中国总裁陈安宁 特别感谢了毛金波 感谢他在过去几年 为林肯品牌做出的桌业贡献 并祝他未来一切顺利 离了毛金波的林肯 在中国的未来之路 能否继续顺利脱颖而出 暂时还不好下定论 但可以确定的是 在中国经历了前20年失败的林肯 已经逐步走上了正轨